他觉得自己都已经40多岁了 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虽然我也希望他付出的努力 能够有所收获 但是我们因此债台高竹啊 就算不吃饭 我也还不起这些债务 我经常被银行吹款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惶恐 但是又没有办法说服他 放弃开公司来去找一份工作 我也不想离婚 我和他也没有感情上的问题 我也不想孩子的生活 在离异的家庭里面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想请教讲师 我要怎么处理才能够符合情理呢 感谢讲师 这个佳佳有本难念的经 我看好多听众的问题 都会问到他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不如意困境 人生不如意有十之八九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大多数的家庭 很多都会发生的 不是只有一个个案 那你说先生有理想 想要奋斗一个事业好不好 很好 在坊间你会听到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他当时奋斗如何的受尽排挤 受尽怀疑 然后七小对他冷嘲热讽 然后最后他成功了 成功之后就变成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还挺感人的 很励志的故事 对不对 但是那种很坚持 然后也受尽冷嘲热讽 然后最后没有成功 不只自己悲哉 父母七小都替他悲哉的故事呢 很多很多 只是呢 因为他不是立志故事 所以没有被广为宣扬 是 好然后你会看到 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歌唱比赛 那个歌唱比赛呢 那年轻人为了要唱歌 实现他的理想 他的梦想 对然后呢 一个人到北京 然后住在那个椅窝里面 地下室随便租个房子 然后三餐不寄 对不对 然后呢他也没有去工作 他就整天在那边创作 他觉得他只有一天可以成功 对他有崇高的理想 什么崇高的理想呢 就是我要在讲台上呢 我要夺得头盔 然后呢 我要出名 我要光宗耀祖一番 是 然后家人劝他也不听 朋友劝他也不听 好终于也有人成功了 然后呢 那个夺得第一名的人 累撒讲台 对不对 好然后呢 又传扬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可是你知道吗 一降功成万鼓哭啊 这个人独占凹头 然后你知道呢 同样这么努力 没有成功的有多少 如果一百个人比赛 有九十九个在台下 是啊 然后他没有去工作 然后他就在那边唱歌 你说理想好不好 坦白讲 哪一个行业不好 那 如果我们在这个方向 已经不能问保 那是不是应该 从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来说 去找一个可以让家人 温饱的工作 是不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责任 责任啊 这是美德耶 他这种责任 可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吗 什么叫理想吗 好 我们今天要回过来 谈这个议题 如果今天 我们的国家受尽 强敌的七五 我必须要复兴我的文化 我必须要去发明一个 能够跟他们对抗的武器 然后呢 这个过程呢 我历经千金万贤 历经各种的失败 然后有咬着牙 苦撑 最后呢 终于成功了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理想 这是为国为民一种责任 所以我们说 他是可歌可泣 他是非常高尚的理想 是 因为他成功 他就是对国家民主 有很大的贡献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今天 做一个事业 比如说他现在呢 发明了一个 什么样的科技 这个科技呢 对人类的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 他可以检验出 人类的各种疾病 提早发现 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他呢 沉浸在里面 虽然他一开始 都没有成功 然后呢 甚至于受尽七五 甚至最后也没有成功 可是 我们说这个人值得敬佩 因为 他怀着为人类服务 为人类创造 幸福的理想 我们说这个人呢 是可歌可泣的 对不对 对 好 那他纵使失败 我觉得 也是汉字一条 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好 结果呢 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是什么 他唱歌 哎 那我要问的是 你很喜欢唱歌 没有错 但少你一个人唱歌 是怎样 是天下的人没有预乐了吗 不是 并不是嘛 那你为了你的兴趣 唱歌是天天可以唱的 可是在这个方面 我已经不能温饱的时候 我有蹊跷 我是不是应该要尽一份责任 我还是可以唱歌 但是 我要找一份 可以让家庭温饱的 事业工作 这个责任 事业如果做不了 我就做工作 老板当不成 我就当人家的仆虫嘛 这有什么不可以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在研究一个 有机的产品 或肥料 他如果成功 就有好多人 不用再吃荣药 他很坚持 最后他说 种来没有成功 我也说 他是个汉子 对不对 是 再比如说 他卖的是 一个炸鸡好了啦 好 我们现在不是说 哪一个行业高贵不高贵 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一个理想 你要做一个炸鸡牌 你除了这个 你什么都不做 然后生意又没有很好 然后家庭已经开始挨饿 可是你就是不愿意呢 去找一个工作上班 那我觉得这并不高尚 男子和人屈人生嘛 是 炸鸡不少你一个人炸嘛 别人炸 也是可以的嘛 是 那可是你的家庭需要你养啊 是 那是不是应该要尽一个责任 好 那我们再回来说 比如说孔子 周游列国他也没有赚钱啦 他没有赚钱 然后呢 最后列国到处去宣揚 他的人证又没有实现 世界大同到现在也还没实现 然后一山走过一山 一国走过一国 最后什么理想都没有实现 可是我们也是说 哎呀 这是一个圣人 这是一条汉子啦 为什么 因为如果给他实现 世界真的会太平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的先生 他就是在研发那种 农作物可以不要用到农药 然后那个农作物也都可以长得很好 那人类就会有健康 就是说解决目前困境的事业 我就会说你是真的有理想 有抱负 但是呢 他研究不出来 那我身为太太的我 我就要这样子不断的在旁边支持他 如果可以支持他 尽量支持他 对不对 如果支持他不行 我们也是要劝他说 有的时候工作也是为了要温饱啊 没有温饱也是做不了事情啊 嗯 是 趋身进退一下 我想这个也是应该的 如果说这个老婆他能够赚钱 他老婆说 先生没关系 你这个理想非常高尚 我支持你 你好好研发 吃饭的我赚给你都没关系 是因为他如果研发成功的话 那个是解决了很多我们人类 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而已 人类就有 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困境 我们才说这是一个有理想的嘛 有报复的嘛 是 仅仅只是满足你个人的兴趣 你做不做世界都一样 那你坚持在这儿 不肯去去就一个工作 找一个可以领一份固定薪水 去养家活口 那我并不认为这是理想 说难听一点就是没有责任 对不对啊 是 好 那你现在碰到的你的先生 我不知道开什么公司啦 好 也许卖一个早餐店 也许开一个文具公司 也许卖这个产品卖那个产品 我们不一定啦 你如果只是一个经销商 那坦白讲 谁经销都一样嘛 你既然是做不起来 既然是亏本 亏本生意没人做嘛 亏本生意为什么你还做 因为我已经知道说 我现在经销的东西 其实一定有它的市场 可以再熬一阵子 它可能就会发大财 这个其实跟赌博心态是差不多的啦 坦白讲今天你说 把股票市场讲得多高尚哦 其实跟赌博都是差不多 你把一个做一个事业 做一个企业 生产一个产品 你不做别人做啦 你赚不赚 其实跟你的经营有关 但是跟这个景气也有关 其实这多少都有赌博的成分嘛 可是我40多岁了 我如果去外面找工作 我拿到的是非常微薄的薪水 可是如果家里不能温饱 而且让妻小去背债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高尚人 我觉得男孩子就是你要怎么样 要人屈人身嘛 才是大丈夫嘛 是 啊你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 马上能够让家里温饱 那当然我也支持你啊 如果没有办法 那我们最退而求就是 就去当一个领一份乖乖的薪水嘛 那这个就是 这个男主人应该要有的观念 应该知道说这是正确的 那身为人妻的我们 那这个我就要谈到一个哲学观了啦 这个哲学观就是 人生有时候你会碰到 虽然你都没有做错事 可是那些逆境 却横加在你身上 我知道 这样是人家说这是命 对这就是命 命就是你无法抵抗 它却来了 各位你不是有命运吗 你是哪一个父母生 你无法选择呢 你长什么样坦白讲 你也没什么可以选择 这是命 对 这是命嘛 你长多高 很难学抉择嘛 这是命 那孟子是说 莫知智而智者命也 莫知智就是不是你去找的 不是你去做的 而智者 而他却来了 嗯 第一个智是格物自知的智啊 第二个智就是到达的那个智 所以莫知智而智者命也 比如说 你好好的做官哦 你也没有贪污哦 嗯 你却被陷害抓去关 你百口莫辩 是 这就是命了 哦 那我都没有贪污 我被陷害我不应该辩驳嘛 你应该辩驳 你可以请律师 你尽量辩驳 最后呢 你失败了 你是光明磊落的一条汉子 你一毛钱都没有偷 你是受群小陷害 所以你被罢处 古代不是很多闲人被罢处吗 我妈妈不是被罢处了吗 对不对 对 好 这就是什么呢 这叫做证命 如果你贪污 你被抓去关 这不是证命哦 这是自作自受 因为贪污嘛 内地有一句话叫做 不做死就不会死啊 是你做死才死的嘛 不做死就不会死 那个是说正常情况下 古代很多人被陷害 他没有做死 他就被抓去关了 那个叫做证命 所以我们尽量的努力 我们也是尽量的 去劝我们的家人 我呢 做的光明磊落 尽我的责任 可是偏偏我的另一半 却不尽他的责任 而我怎么讲呢 他都不信邪 对啊 因为我不能说 看着他公司 一直在赔钱 然后我赚的钱 我就拿给你 也就算了 我还要去用我的名义 然后去借钱 借来给你 我觉得我要支持你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先生商量 你不论做什么生意 你亏自己成授 赚成家享福 对不对 正当的啊 你亏钱 你不能够用七小的名字 再去借钱 你就不能造福七小 你也不能够挖个坑 再让他们往里面跳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责任 是 可是有时候没办法 他竟然很蛮横 对不对 然后就又借了 孟子的静心章是这么说的 他除了说莫自自而自者命也 他就说莫非命也顺受其证 一切都都是命 你光明磊落了 你该进的责任都进了 你该说的都说了 你该讲的道理也讲了 却逆境横加在我身上 那就顺受其证 什么叫顺受其证 一样的 我光明磊落的做事 我坦坦荡荡 我只是运气不好 这只是我的命中的定数使然而已 所以他说 致命者不立乎原强之下 不站在围墙的旁边 你一个致命的人 你该努力的要去努力 你该判断的要去判断 你说哎呀 我的命就是不会死 然后你站在一个 将要倒下的房子旁边 地震刚结束 那个房子摇摇欲坠 然后呢 余震还不断 然后你说 我不会死 你去站在那个围墙旁边 那这下死了呢 你说 我的命不是不会死吗 你去找老天算账 老天说你是不会死啊 但是 即使是一只鸡 也知道这个时候要离开啊 怎么一个人不知道呢 对 你那动物地震的时候 都会到处跑了 你一个人怎么傻乎乎的呢 就是你自己自作之受 不做死就不会死啦 你自己做死 做死的难看了 那个怪谁嘛 所以 知命的人不利乎言强之下 近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自顾死者非正命也 近其道而死者正命啊 我尽上我的努力 我尽上我做人妻子 我该尽的责任 然后呢 我该劝的我也劝了 对不对 结果呢 还是无可拒绝 还是如此 但是我中间呢 我不怨天不由人 这个是中庸里面的证据啊 是 所以君子不怨天不由人啊 说君子啊 居易以示命 小人形险以侥幸 一个君子呢 宽宽敞敞敞的 做该做的事 光明磊落的 等待一切命运的考验 一个小人就不一样 他呢 用尽各种狡诈的心机 想要去豪取强夺 叫做侥幸 去求一个侥幸 但是君子呢 是近其道而死者正命 他近其道 就是在这个逆境之下 那你就想想 文王的太太会怎么做啊 那想想 如果是这个 王阿明的妻子 应该是怎么做啊 对啊 因为古代有很多的 猎女啊 会怎么做 光明正大 她怎么做啊 你就想想看 我们就秉持那样的气节 反正我不偷不抢不到 但是碰到了没办法 对不对 这就是命了 是 谢谢讲师您的讲授 让我们知道 不管我们是 在这个故事里面的 是身为人夫的 还是身为人妻的 还是我们家庭的 每一份子 到底我们要成为君子 还是小人呢 现在讲是 做一个家庭的主人 要人生人区啦 是 这个我觉得 最近那个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讲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好 大家深受鼓舞 她说什么 她说做人 不需要风风光光啦 但是要堂堂正正 是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 当公司的老板 即使亏钱 你还在那边装的 风风光光 为什么 不就要一个面子而已嘛 对不对 是 亏钱生意没人做啦 赶快关一关 然后去找一份工作 你说啊 可是我这个年纪 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那吃一等工作 也应该干嘛 对不对 对 劳力工作也可以赚很多钱 我跟上 像台湾来讲 劳力工作薪水最高 没人干 是 那些端盘子的 穿得干干净净 打一个领结的 明明薪水都不够 付他房租很多人干 我觉得就是要人去人生啦 是 感谢讲师您的解惑 生活就是一场修行 台湾的内心 幸福内心缠 都不够的 都不够的 一场力工作人员 回来 都不够的 一场力工作人员 在一起